欢迎来到台北市线上教学影片 本影片要讲解的课程是 用分数表示整数相除的结果 1 本影片的学习重点有 1. 认识用分数表示整数相除的结果 2. 认识厨法算式与分数的关系 妈妈买了2个方形蛋糕 要平分给小家、小安与小翔 每个人可以分到几个方形蛋糕 2个方形蛋糕 平分给我们3个人 1个人1个方形蛋糕 不够分也 1. 把方形蛋糕切开 就能平分给我们3个人 2. 把2个方形蛋糕切开 平分给我们3个人 我们每个人是分到几个方形蛋糕 大家不是有学过分数吗? 可以用分数来表示 2. 把每个蛋糕平分成3份 2. 其中的1份是3分之1个蛋糕 2. 每个人可以分到2个3分之1个方形蛋糕 2. 和起来是3分之2个方形蛋糕 2. 和起来是3分之2个方形蛋糕 2. 如何用算式做记录 2. 二个蛋糕平分给3个人 2. 可以用图法做记录 2. 但是要如何记录呢? 2. 我们可以先改变一下题目的数字 2. 再想想看如何用图法做记录 6个方形蛋糕平分给3个人 2. 每个人可以分到几个方形蛋糕 3. 如何用算式做记录 6个方形蛋糕 3. 平分给3个人 3. 每个人可以分到2个方形蛋糕 6. 也就是6个除以3等于2个 2. 图法算式记作 6除以3等于2 3. 三个方形蛋糕 平分给3个人 3. 每个人可以分到几个方形蛋糕 3. 如何用算式做记录 5. 三个方形蛋糕 3. 平分给3个人 3. 每个人可以分到一个方形蛋糕 3. 也就是3个除以3等于1个 5. 除法算式记作 3. 除以3等于1 5. 一个方形蛋糕 平分给3个人 5. 每个人可以分到几个方形蛋糕 5. 如何用算式做记录呢? 5. 一个方形蛋糕 5. 平分给3个人 5. 每个人可以分到三分之1个方形蛋糕 5. 每个人可以分到三分之1个方形蛋糕 5. 也就是1个除以3等于三分之1个 5. 一个方形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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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用算式做記錄呢? 二個方形蛋糕 評分給三個人 每個人可以得到三分之二個方形蛋糕 也就是二個除以三等於三分之二個 除法算式記錄,二除以三等於三分之二 仔細觀察算式 一除以三等於三分之一和二除以三等於三分之二 發現了什麼? 觀察一個蛋糕除以三等於三分之一個蛋糕 和二個蛋糕除以三等於三分之二個蛋糕 會發現被除處是要被平分的物品 除處是平分的份數 三是平分後的結果 觀察算式 一除以三等於三分之一和二除以三等於三分之二 會發現三是分數 是整數相除的結果 其中被除處是三的分子 除處是三的分母 可以用分數 可以用分數表示整數相除的結果 整數除法的商 可以用分數表示 例如 例如 一除以二等於二分之一 二除以五等於五分之二 三除以八等於八分之三 將一個披薩 將一個披薩平分給八個人 每個人可以分到幾個披薩 算式中的一 一除以八等於八分之一 每個人可以分到八分之一個披薩 每個人可以分到八分之一個披薩 算式中的一、八、八分之一 分別表示什麼 一表示一個披薩被平分 八表示披薩平分成八分 平分給八個人 八分之一表示平分後的結果 一個人分到八分之一個披薩 將三個蔥油餅平分給四個人 每個人可以分到幾個蔥油餅 用處法算式記記看 並用分數表示處法的結果 先試著畫圖看看 我將每個蔥油餅平分成四份 每個人可以得到三份 是分到三個四分之一個蔥油餅 合起來是十分之三個蔥油餅 算式記做三除以四等於四分之三 我將每個人 我將每個蔥油餅平分成四份 我將每個蔥油餅平分成四份 每一份都做上記號 每個人可以得到三份蔥油餅 也就是四分之三個蔥油餅 也就是四分之三個蔥油餅 像這樣一個人分到二分之一個加四分之一個 其中的二分之一個 我還可以對半切開 變成四分之二個蔥油餅 二分之一加四分之一等於四分之二加四分之一等於四分之三 除法算式記做三除以四等於二分之一加四分之一等於四分之三 從畫圖中可以知道 三個蔥油餅平分成四份 分給四個人 每個人可以分到四分之三個蔥油餅 也就是三個除以四等於四分之三個 除法算式記做三除以四等於四分之三 分別標是什麼 算式中的三、四、四分之三分別表示什麼 三表示要被平分的三個蔥油餅 4 表示评分成4份 评分给4个人 3 4 表示评分后 一个人分到4分之3个葱油饼 将4条长形蛋糕 评分给5个人 每个人可以分到几条长形蛋糕 用处法算式记记看 并用分数表示处法的结果 处法算式记作 4 除以5 等于5分之4 每个人可以分到5分之4条长形蛋糕 算式中的4、5、5分之4 分别表示什么 4 表示评条蛋糕被评分 5 表示蛋糕评分成5份 分给5个人 5分之4 表示评分后 一个人分到5分之4条蛋糕 想想看 这个单元我们学到了什么 可以用分数表示整数相除的结果 也就是整数除法的伤可以用分数表示 例如1 除以2 等于2分之1 2 除以5 等于5分之2 3 除以8 等于8分之3 被除数是要被评分的物品 是分数的分子 是分数的分子 除数是评分的分数 是分数的分母 商是评分后的结果 你学会了吗 傍税 461 完成 年轻评分后的结果 第一次 令人在离物团上 是一回事 是一回事 不过 股票 是判断了 此准央就完成 是一回事 是一回事 要解决的 可信案